今天講的就是Galapicus 這個地方西方人叫做Enchanted Island 中文語的譯就是著了魔 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天氣、地質、結構和生物 生物包括動物和植物 為什麼會這麼出名呢? 主要因為Charles Darwin在1835年去過 逗留了五個星期就有很多inspiration 回來寫了那個物種起源 其實就等於那個evolution的一個theory 國際都識貨了 可以很早1978年已經是UNESCO的World Heritage Site 但是有兩個理由就令到它那個status 是岌岌可危的 就是2007年就國際組織UN 就是說它整個島的環境是endangered 為什麼呢?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有很多invasive species 就是外來的物種搞到本地的物種受到干擾 第二個就是因為有很多東西看 所以有很多遊客 這些遊客也帶來了這個環境的影響 直到2012年當地政府花了很多工夫很多錢 才是將那個環境恢復 但是現在又面臨另一個東西就是climatic change 那這樣真的很難應付 因為不是一個當地的問題 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我們今天講的那個內容呢 首先是講講那個地理環境 少少歷史 那三樣特色 天氣、地質 和那些 Fora and Fora 即是那些動物、植物 這就牽涉到達爾文 達爾文的Voiet of the Beagle 和有少少關於evolution的基本認識 那時候你看那些動植物就會更加是明白多些 那最後就是我去那個tour 究竟是看了些甚麼 是誰搞的 即是有些甚麼活動之類 那Geography 那在哪呢 就很隙間的 就在南美阿瓜多爾 對出那個太平洋上高的一個島嶼 一共是有十三個大島 六個細島 還有很多細細的 那些所謂叫Isolate 那現在就是屬於阿瓜多爾 阿瓜多爾這個名字 其實就是the land at the equator 所以叫阿瓜多爾 那這個島嶼 Galapagos 就跨著那個Equator 即是右邊的圖 可以看到Equator在哪裏 那如果要去呢 當然要先去阿瓜多爾 坐飛機出去 那這個就是他的地理環境 歷史 那因為他是在南美洲的西岸對出 所以很多人就說 最早的時候 其實那些Incas 即是我們上次講的那些 Bishop of Panama 那他就出遊 遇到颱風 就找地方避 進去這個島 所以那個Enchanted Island 那個字呢 其實就是他所說的 因為他看到那個島上 那些動物都古靈精怪的 適液又會游水的 鳥仔又沒有液的 那還不是著魔 所以叫他做 Las Isles Encantadas 就是Bewitched Ones 開始有名字 真正這個 在地圖上出現 就是1570年 是一個比利時的地圖學家 就叫他做 Insula della Galapagos 為什麼呢 就是Island of the Tortoise Galapagos 這個字其實就是烏龜 為什麼叫Galapagos 一會兒講烏龜的時候 再解釋一下 到16世紀 即是伊利沙伯女王時代 英國和西班牙很不妥 很多英國的海盜 那些Buccaneers 就躲在這個島上 專門搶西班牙的船 很活躍的 到1793年 英國海軍裏面 有一個人叫James Collette 就叫做 在那裏有短暫的逗留 設立了第一個Post Office 怎樣設立呢 就是用一個 那些酒桶 酒桶就好像圖一樣 這個究竟是不是原本的酒桶 不知道是1793熬到現在 會不會 不知道 但是現在是一個旅遊景點 大家可以幾封信之類 那接下來就是1800 18世紀的時代 就是剛剛是Wailing 和Sealing 即是打海炮和暴擎 主要的是美國人 那是Kentucket那裏出來 開頭就在大西洋打 打打打不夠禽魚 就去到太平洋 那麽就 論盡了 他們上岸拿補給 拿水不要緊 但是呢 就捉烏龜 因為烏龜第一 很長命 第二可以不用喝水 所以他們除了即食之外 就拿上船 拿上船 就慢慢探 就是一個sauce of protein 所以烏龜開始第一次受到 人類影響他的生態 到1807年 真是有人住了 那個叫Patrick Watkins 是愛爾蘭佬來的 到1832年 就Aqua多爾政府 正式拿了這個地方 183最重要 就是達爾文 Voytrop de Beagle 就是他坐船 就是環遊世界的 在這個Galapagos 抖留了五個星期 1879年 就越來越多人來移民 想發展種植的咖啡和借糖 但是兩樣都不是很成功 到1892年 就Aqua多爾政府 又將他的島嶼改名 叫Archipelago de Colom Colom是甚麼叫Columbus 即是紀念Columbus 1900年 就幾個國家 都是盯著這個島嶼 因為覺得它有 政治價值 包括美國 日本和德國 想買了它 Aqua多爾政府 好彩就沒有中計 即是沒有買到 因為這個是 將來Tourism 所以跟它賺很多錢 1925年 繼續有很多移民來 今次有很多歐洲國家 挪威和德國 如果大家對 Aquafer Christi的小說 有興趣 就可以看這本 叫The Galacticus Affair 就說有一個德國的 又不是家庭 很複雜的 即是有個醫生 他的情婦 跟著就來了一個 German Baroness 跟著又有三國四國戀愛 跟著又有謀殺案 哈哈 跟著又不清不楚 不清不楚 很出名 除了一本書之外 拍了電影 你可以上網看看 那個Baroness 又不是漂亮 不知為何這麼受歡迎 1935年 Galacticus 正式被Aqua多爾政府重視 即是環保 開始有保護 第二次世界大戰 Aqua多爾政府 容許美軍 在那裏建一個跑道 在一個島 叫Boutra 這個很重要 因為沒有跑道 根本沒有Tourism 即是開了這個通道 1959年 繼續發展 叫它做一個National Park 以後 有一個叫Charles Darwin Foundation 在那裏投資 即是做研究 1978就是 World Heritage Site 1985年就 加了一個 World Biosphere Reserve 在1998年 連海都蓋上了 即是一個Marine Reserve 整個 彈彈圈包著 綠色的地方 就是受控的 要有限度的 上岸觀察 還有 有理由才可以去捕魚 其餘那些就不受限制 現在是怎樣呢 現在是一個 Aqua多爾的Administration Division Aqua多爾其實有四個Administration Division Galipiacus 是一個 接著有一個叫 Coastal Region 再進一些 有一個叫 Sierra 即是山區 Andes Mountain 那個 Region 再跟著很特別的 就是Equatorial Rainforest Amazon Region 這四個部分 它有個Capital 其中一個島 San Cristobal 上高的 叫Pirato Bakrizo 就是西班牙 講的話當然是西班牙 人口 本地人口很少 就是3萬5 主要在5個島 但是遊客就很多了 2019年27萬5 到2020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跌到7萬2 跟著就更加少了 好像現在才開放 即是歡迎人家去 Economy 那些甚麼Coffee 那些全部都不可以的 主要都是Tourism Currency 原本有自己的 搞一搞是浪子彈 現在索性用美金 即是方便些 那些Currency 拿來做紀念 Tourism Tourism 你可以看到 由1960到2008 即是很多人害怕的 開頭是很少人去的 那這個 綠色的線就是Tourist 去到三十幾萬 一直這樣上 那要服侍這三十幾萬人 不是 sorry 要服侍這十八萬人 就要Local population 都要Grow 所以那兩條線 是平衡的 這個是好是壞 就是見仁見智 那他們收到那些revenue 即是上去參觀要錢的 就是這樣分配 好了 那到天氣了 我們剛才說的天氣是很特別的 為甚麼特別呢 Galipicus在哪裏 位置 尺度 尺度的天氣應該是甚麼呢 應該是Homogeneous 新加坡一樣 一年沒有四季的 早上好熱 下雨 好天 晚上又涼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變了一個叫 subtropical climate 有Season 一個Season叫Rainy Season 就是1月至6月 平均溫度出奇的好 26度 26度 你何時去呢 最好不要下雨的時候去 其實每次都可以 except 這裏看的東西 有起碼一大半在水底的 換句話說 你要下水 才會看得清楚 那時候你要看水溫 那我們去12月去 都是要穿wetsuit 如果不是是冷 即是一陣冷一陣熱 過冷河這樣 那這個就是天氣了 你會問為甚麼 在尺度會26度 很特別 就是因為陽流 Ocean Current 如果你看到這個圖 中間圓圈就是Galapagos 它是受了三個主要的陽流影響 一個叫Cromwell 一個叫Panemic 一個叫Humbo Humbo就是最重要 Humbo是怎樣來的 Humbo是從南極上來的 南極的水當然是冷 但是去到尺度 就Panemic在哪裡來呢 就在巴拿馬那邊下來的 它是熱的 於是兩個撈雲 撈雲就不熱了 26度 換句話說 就是一個很奇特的環境 在尺度 除此以外 它那個島上高的Liward 即是叫甚麼 Liward是背風帶 Winward是迎風帶 分別很大的 因為這裡全部是吹Win 是在東南吹上來的 向著東那邊就會涼很多 另外根據高度也有變 在水面的地方 近水平線的地方 就是熱和乾的 越上去有些Mist 之類有雲 又會濕的 所以就是一個 不是很高的島 都可以一會解釋 是有不同的層次 那些動植物的 On top 因為它是火山島 很多火山現在還在爆 有七個火山 還是活火山 活火山 即是有Lava 有Lava Lava是黑漆漆的 黑漆漆的 黑漆漆是很熱的 吸熱的 所以在Lava area 可以熱到50度 這些variation是甚麼呢 就是令到動植物 是要adapt 是要變 所以它是partly 即是account for 那個diversification 那洋流是甚麼呢 那洋流是甚麼呢 洋流其實是很複雜的東西 就是海水 是好像跟著一條水管 那樣 即是一條河 四圍流 為何會這樣呢 就有幾個原因 一個是風向 一個是溫度 尺度 尺度熱的 Evaporation高 換去上海又咸些 南極北極那裏是冷的 又有溶冰 所以水就淡些 咸淡又不同的 即是density 所以加上這些 抄一疊 就變了很多這些洋流 洋流之中 對Galapagos是影響最大 那現在大家看到 就是humble current 即是南極上來的洋流 就是綠色的 原本尺度地方是貓紅的 即是凌凌斜斜 一條這樣上來 拌勻了它 這樣就變了另外一個 eco system 這個humble current 還有一個重要性 它在南極上來 是比較淡的 是重的 因為鹽那些是輕的 它是淡的 換上去說 它是黏著底去流上來 即是甚麼呢 一路流一路刮些東西出來 刮甚麼呢 刮幾種東西 第一種就是那些叫做 plankton 就叫浮游的生物 第一種就是浮游植物 即是叫phytoplankton 有這個植物 有人吃它 就是bacteria plantain 有bacteria 就有動物出現 有浮游生物 soul plantain 有了這三樣東西 可以吃 接著就是蝦仔 魚仔 大魚 整堆東西 一路不停帶出來 來到Galapagos 就因為被那些島 阻止了它的流向 一定要向上浮 叫upwelling 帶在那些食物上面 上面的時候 那裏就好多好多海洋動物 那個海流 就是那個 ocean current的洋流 就不止是影響溫度 影響那個生物環境 就是造就了好多機會 那些生物可以發展 由此類推 crumwell 就是第三條也是 這條就是在西向東流 來到之後 一聲撞到Galapagos 就要向上升 所以那些pantum 全都在那裏 又增加到好多食物 這個是正常的狀態 為了complicate matter 就有一個東西出現 就叫el nino el nino就是 叫做聖鷹現象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el nino發生 通常都是十二月的 就是耶穌出生的時候 西班牙人 很宗教 很信教 所以叫el nino 就是什麼呢 就說剛才的情況 就是 humble current 上來 那些水冷了 一路推著那些熱流 就不要過去那邊 但是有時候 因為那些風向 有時候會弱的 那那個humble current 就被壓低了 上不到來 反之呢 在赤道 紅色那些熱流 就過了來 那 instead of cool 就變成 warm 那 warm 就很淪盡了 一 warm 了 有什麼 evaporation condensation 會下雨的 就搞坏了 原本那個 climatic condition 那來一次呢 就很大件事 因為那些食物那些 全部都斷鏈了 就是現在張興說斷鏈 那這裡又會斷鏈 一斷鏈就影響那個生態 那是試過幾次的 那以前呢 就大概是三至七年 現在越來越密 兩至三年一次 因為地球暖化關係 就是搞亂了 那就是 暖到什麼程度呢 可以是5 degrees Celsius above normal 那這個是很熱的 那影響就不只是 Aquadro對出的 這個就是如果 El Nino的時間 那個地球的天氣的影響 換句話說 如果有El Nino 我們住的地方會熱很多 那就是順便看 那如果是加拿大 那又不一樣 就是這個情況 那到真正影響 Galabagos的Marine Life 就很多樣化了 首先那些什麼Plantern 那些全部不行 那不行就那些Algae 即是那些海藻 那些又不行 那吃海藻的就受影響 那些魚是沒有東西吃的 那些海獅就吃魚的 那沒有魚吃 那要游軟很多 游不到那些便死了 那如果你是沒有力 就生小孩也少 那或者那些Baby 就養不大 那些小鳥 也都是去沿海吃魚的 那現在越飛越遠 原本是吃開這個叫做什麼 沙甸的 現在搞到要吃飛魚 那飛魚是不好吃的 那Anyway就是亂龍 那海底的狀況 右下角是正常的海底 即是屈屈的 如果有El Nino 就白化了 所有的Coro 就是死了 那岸上動物也都受影響 鳥仔因為你經常下雨 那些鳥鬥那些東西全部不行 烏龜又都 即是它的溫度 對它生蛋有影響 和生出來是弓是弄也有影響 那現在你忽然間熱了 那又打亂了它 那Iguana 即是岸上的蜥蜴 下雨它是住於地洞的 浸 浸就會死 那海豹也都一樣 沒有東西吃 那具體呢 這個1997年 那個El Nino之後 你見到通地屍鞋 即是一個個球 右上角的那個 就是那些蜥蜴的頭 來的 屁股 那鳥仔 就跌下來 那樣的死法 乾了 2015年 又來一次 幸好2016的時候 就按得住 沒事 這個 not end of the story 有El Nino 又有相反的 叫Lalina Lalina的解釋 就是The Girl 就是 Spanish The Girl 是相反的 今次 Humboe Current 和那些Trade Wind 很厲害 一路把那些熱的水流 溫度 推回到 印尼 南太平 例如New Guinea 澳洲 那邊 等於那邊 就是熱到飛起 又有影響那邊的生態 這邊 反而有好處 就是 會多了一些魚 因為那些 Penton 那些東西多 所以這個就是 Lalina的分別 現在呢 似乎我們今年 就是近Lalina 所以我們會熱的 so far so good 香港都很熱 但就不是很嚴重 這樣 這個就是Lalina影響我們 如果有Lalina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弱些 這個天氣 就是換句話說 它的天氣是反常的 在一個 在赤道的地方 而不是 Equatorial climate 因為海流的影響 這些Microclimatic system 出現 那到第二個 特別呢 就是地質 那地質呢 就這個 Galapagos 地質歷史很短的 五百萬年都沒有 會話說 以前什麼都沒有的 那為什麼有東西來呢 就是它在那個叫做 Nasca plate 那個Nasca板塊那裡 下面 有些 Mental plume 即是那些熔癌 遇到一些地殼 軟弱的地方 就好像打針 擠了上來 做一個島 做一個島 就不是算數 因為這個Nasca plate 這個板塊 不是固定的 它是移動的 它是向東移動 它是向東移動 換句話說 它做了這個島 那個島 就會跟著板塊 就離開了這個Nasca sauce 那麼 就另外一個島 又出現了 即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你去吃旋轉壽司 那師傅做了一塊 它就走了去 那師傅又做第二塊 那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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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那麼 那舊的那些島 就會慢慢是erosion 的 即是會消失的 那新的島 就會很active 又有volcano 又有lava flow 之類的東西 那這個環境也是很奇怪的 就等於呢 道道的那個生態 都要跟著這個環境的轉變 那麼 那最年輕的島 就是Ferradina 就50萬年而已 最老的島是400萬年 那你那個參差很大的 變成那個植物的演化 也是很厲害 那麼 那什麼叫Mantle Plume 剛才都說了 就是地殼 那有些軟弱的地方 它擠了出來 好像打針一樣 那是這個地球散熱的一個方法 那Mantle Plume 不只是Galapricus 如果下面那些紅點 每一點都是 那我們很熟悉的 夏威夷都是 阿蓄爾群島 Azouris都是 如果在岸上高 Yellowstone都是 就是因為下方有些 有一個弱的地方擠出來 Yellowstone 就不會動 那一個州那麼大 但是這些島 就因為那個Plate Tectonic的關係就會動 那這個圖 可以看到那個Plate 即是上個Narska Plate 就是向東走的 那帶它過去 那如果你看水底 就是一坨東西來的 即不是說是一個單的島 其實是一個Platform 那樣 那麼我們凸出來的 就是那個火山 那你也可以看到 因為有這樣的東西 突然間在海那裏 三千米 跌了上來 所以那些Humbo Current 那些Current 被迫一定要向上標 所以就帶了那些 有益的東西上來 所以就幫助那些生物去發展 我們都可以把那些島 分為三個group 即是最老 那些是紅色 中間的圖 中間那些叫Middle Age 黃色那些叫Young 那Young的遲早都會變成Middle Age 那一路就這樣去 那那個 那個 那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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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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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山沒有東西噴,就會死,這邊就多了 這些火山全部都是一個類型,叫Shield Volcano 火山上次講過有兩種大概,一種就是Fujiyama 叫Stratto Volcano,噴出來的東西是勁很多的 除了Lava之外還有火山灰、火山板,所以可以塌高 所以是一個Conical shape,這些就不爆的 因為它的黏度低,它是流出來的 就好像夏威夷那些,你沒有聽過夏威夷大爆炸的 全部都是流出來的,因為它流出來的範圍廣 所以那個形狀就好像一個倒轉的鑊那樣 所以叫Shield Volcano,倒轉的盾牌 你看照片的Vocano全部都是這樣的,平的 不是跟富士山一樣 最活動的當然是Isabella和Ferradino 看Isabella左邊的圖,其實根本就是由五個火山黏在一起 因為它流出來的,一個貼一個,一個貼一個 Ferradino也是一個,現在火山學家說 遲早Ferradino會黏在一起,成為一個島 現在又慢慢變成Middle Age 最活動的就是Wolf Volcano,在2015年的時候爆過 是否這是它爆炸的情況呢 因為有這樣的火山,所以有很多火山的地形,地貌可以去參觀 即是你握得出都有了,什麼Lava Tube,Sulfer Fill,破火山口 最值得去看就是那些Lava,熔岩 如果地球的Clust下面那些就叫Megma,那些叫岩漿 但是飆了上來就給了那個名叫Lava,熔岩 熔岩大概有三種,跟著它的Acidity來分類 詳細就不要說那麼多,大家未必有興趣 冷清就是Ferristic Intermediate Mavic,如果你看這個圖 清楚一點,越多Silica,即是Quartz,即是我們叫做石英 的時候就酸性越大,酸性越大就黏度越高 黏度越高就是什麼呢,它排熱排不好 那就穀住,即是好像我們生暗瘡,穀到爆出來 但是呢,如果是酸度低的,黏度就低,可以流出來 即是散了,散了,散了就不會生大殼瘡 那時候呢,那些Lava,凝結了之後就變成石頭了 石頭呢,亦都是這樣分類型的 Basot,就是鹽母癌,接下來是Andesite,然後Darsite,然後Riolite, 流氓癌,就是這四種,全部都有齊,即是你去看 那看的時候就不用分得那麼清楚,分兩種就可以了 第一種叫I,即是為什麼要I,即是如果你不穿鞋 走上去,就是I-I聲的,即是很Sharp,即是會刺你腳的 那這個是Polynesian language,即是Hawaiian來的 那你去喊一喊聲,那就好多了,即是多到這麼多 好刺激的,你以為去了Mars,火星,即是很過癮 另外一種,Pahohoh,在Hawaiian的文字叫Rupee,即是好像一條條繩 繩狀的Lava,這個是什麼呢,就是酸性更低了,更低可以流 慢慢流就會變成一個Rupe,這樣的,完全看這兩樣東西,很讚 另外一個可以去參觀,就是Lava Tube,那些熔岩的流了上來的時候 那個表現其實跟水沒有什麼分別,除了Viscosity,即是黏度 它一樣,由高向低,一樣好像要找一個River Valley這樣流的 流的時候,慢慢就會冷卻,冷卻得最快在哪裏呢,就是頂 因為有空氣,散熱快,所以頂很快就會凝結,凝固 變了它有個Roof,下面那些照流,但流流一下就沒得流的了 流完之後就脫了個洞,那個就叫做Lava Tube,即是叫做熔岩管 或者叫做熔岩洞,那這裏是好多的,多到你可以進去玩一下 我們去了一個,那個叫做Bla Vista Cave,不是很長的,就是2250個m,即是6000呎 但是,很好看,門口有隻貓頭鷹說它 蹲在那裏很多年了,你現在去可能死了,可能死了 那就走下去,就好像一個山洞那樣的,熔岩流過之後 熔岩可能不是流一次的,流完一次又流第二次,那個量也都未必一樣 所以每流一次又流很多痕跡的,就可以參觀那些痕跡 即是好像一個隧道,但是大自然造的隧道 有時候有些會爆了,其實它不止那麼長的,不過有些地方 即是沒有燈沒有其他東西,它不敢讓你無人進去 另外一種東西要有得看的,就是那裏叫做,是否叫做獻,獻塞湖 就是一個湖,無端端為何會產生呢,就是那些Lava流到那裏 隔了一些海水,原本那裏是海來的,造成了一個湖 這個亦都可以去參觀,亦都有一個特別的,在Santa Cruz 就是Sing Ho,其實這個是安慰名的,不是Sing Ho Sing Ho我們說是Lime Zone 這個只不過是下面有一個Magma Chamber 流流一下忽然間找到另外一條通道,流到其他地方 上高就沒有東西頂住了,整個塌下來,很巨型的 整個島被佔了五份入,一個洞 有東西看,不過不准執,亦都不准帶垃圾去,亦都不准拿東西走 那又有這些這樣的東西,另外跟這個Galapagos有關,順便一提 它不是在島上高,但在附近,亦都在地質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就是叫Galapagos Rift,那裏有一個Hydrofermal Wind 就是全世界第一個找到的深海熱泉 這個深海熱泉是甚麼呢?就是下面很熱 上高那些岩石是有洞有洞的,海水會滲入去的 滲入去,下面那些Magma又不夠量飆出來 就是等於一個火源在那裏煲水 煲完之後那些水有水蒸氣之類就會噴出來 有兩種的,一種叫Black Smoke,一種叫White Smoke 主要原因是為何不同的名字呢?就是成分不同 Black Smoke有Iron、水、煤、煤、煤等東西 White Smoke就是Kalcium,就是Chemical composition不同 那有甚麼重要性呢?我們一直理解就是 生物為何會存在呢?因為要有Oxygen,要有Sunlight 那才會有的,但在這個地方是熱到飛起有毒的 剛才說的那些全部都是有毒的 為何會有生命呢? 探測白煙時附近很多古靈精怪的生物 包括無色的蟹蝦、蟹蝦之類 發現原來生命的形成還有一種方法叫做Camel Synthesis 不是Photosynthesis 亦想一下是不是有些生物的外星 環境跟我們地球一樣 可能是一樣惡劣的都會有生物 這些就是發現到的生物 這是很奇怪的 它有一種螺 Gasoport 即是右邊上高的那個 我們剛才說這麼多的 Chemical Composition 就少了一樣東西 即是它很缺乏的就是Celsium 這些貝類的殼是甚麼? 就是Celsium Carbonate 那裡既然缺乏 那這些螺怎麼搞呢? 它沒有了那個Raw Material 它用另一種Ion 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驚人的發現 就發現了鐵甲螺 鐵甲螺 鐵甲螺 全世界第一隻 這個就是好奇 順便講一下 好了 到Voyage of the Beagle 如果你說這個Evolution 當然是走不掉 Chiles Darwin 值得是知道一些背景 那它是甚麼呢? 它是甚麼呢? 它那個老爸呢 就是很有錢的 是一個醫生 其實它上幾代都很有錢的 那娶了老婆 更有錢 因為是Wedgewood family Wedgewood就是做慈器 英國瓷器的 所以他生出來 即是好點 那它的大父母呢 亦都是一個很開明的 的博物學家 雖然是醫生的 那它有些idea 即是Evolution是怎麼來的 那孫子都受它影響 那原本的家人 就希望她是做醫生的 那便傳了她去Edenburg 那時最厲害的 醫學 怎料她原來是怕血的 那便不行了 那再改了 那便傳了她去Cambridge 就是Christ College 那裏 預備將來是做牧師的 那在那個College的時候 她認識很多生物學家 地質學家 其中一個叫Charles Lale 就是影響她很大的 那對這個地質和natural history 很有興趣 那到1831年 就剛剛英國政府 就安排著一個環球的探險 探測 那那個船長就需要一個 companion 那為什麼叫 companion 因爲她不 qualify 做一個scientist 那時候 所以只可以叫她做 companion 因爲她老爸的關係 又寫信之類 搞了她上船 開始了一個五年的旅程 那坐那一艘船 叫Beagle 那航線 就在那裏看到 這個不得不佩服當時的人 那隻Beagle 27.5米 即是天升小輪的五分一 去五年 我們現在 運這個 這個多久 檢疫 檢疫 比這麽大的酒店房 你都頂不住 她 在五年 是啊 很小很小地方 即是英國人 是有她特別的地方 全部的人 那個海源都是一百二十 那她已經是好 她應該自己有鋪床 那些人睡那些叫什麼 hammock 那她去到Galapagos 就是五個禮拜 她那時候幾多歲 二十二歲 二十二歲 看很多東西 騰騰圈 所以現在我們去Galapagos 很多都希望跟回她的路線 那如果你想領略一下那時候的滋味 我介紹大家去看這齣戲 Mars and Commander 亦都有Galapagos出現的 那你可以有些感覺 如果再有興趣 就看這本書 就是Patrick O'Brien寫的 很好看 那要認識達爾文 於是乎我又去她的家 那她完整了那個旅程之後 1836年 五年之後回來 拿了很多specimen 就在她的家裡 叫Downhouse 即是現在open的 是一個小型博物館 可以看回她的環境 她收集回來的東西 石頭 阿蕭我們滿屋都是 有生物的標本 下面那隻鯨魚牙 就是船員沒有東西做 船員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挑這些東西 好 講她那個evolution 講evolution之前 就講一下地球的生物 小小 地球現在有多少生物 有名有性的生物 即根據那個叫做什麼 臨內的classification 就有180萬 真正有的可能是她的十倍 因為我們不懂 或者未classify 分開做三十六個門 就很多 這個是動脈 植物有十二個filer 十二個門 三十九萬個species 是none none plantations plants 那麼多 亦都是非常複雜的東西 究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complexity 和那個numerical number那麼多 就沒有人解釋到的 直至到 Charles Darwin 就提出了這個theory of evolution 先解釋一下 現在譬如在美國 有一半人接受 一半人不接受 接不接受 即是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去分析 也都 Evolution 不是說creation 是postcreation 之後的演化 所以 很多宗教家 包括教皇都說 其實不是有底足 就是creation 是anotherthing 即是我們暫時不要說 那麼 究竟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說 所有的生物 隨著時間是會轉變的 轉變是triggered by 一個東西叫mutation 即是身體裡面的細胞變異 變異了之後 那個生物是會有選擇的 不好的就盡量不要的 好的就會遺傳下來 是比下一代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好的 令到他們能夠更加適應當時的環境 可以生存下去 所謂的survival of the fittest 說回mutation 無緣無故 為什麼mutate mutate 就是因為環境的轉變 即是兩樣東西來的 環境轉變令我們mutate 因為你變得好 所以你更加適合環境 這個環境有什麼轉變呢 physical feature會轉變 譬如最簡單的一條河流 本來是留在這裡的 現在忽然間我改了向 原本很濕潤的 一個river valley現在是乾旱了 或者再大一些的造山運動 以前都沒有過山的 忽然間有個山 或者那些叫continental island 上次說的那些 原本是馬大家斯卡 是貼著非洲的 忽然間是裂了出來 這些是很大的physical change 天氣了 原本是熱的變冷 原本是肥沃的變了沙漠之類 食物了 因為你原本是吃樹葉的 現在的樹林沒有了變草 也會演變的 最重要的另外一個 就是我要是 叫什麼 凡顯 凡顯是要有競爭的 就是我靚仔 我娶老婆都靚一些 那你怎樣可以靚仔一些呢 怎樣可以靚仔一些呢 就是一個drive 這個講人 動物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 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其實是很控動的 因為一講這些東西 很多人就聯想到creativity 聯想到人的來源 所以他寫了這本書 二十年之後才出的 一個字都不講creation 也都沒有講人的 是講動植物 那麼他的theory 究竟是受什麼影響呢 主要在galapagos的考察呢 就有幾種動物 令他有了這個 這樣的想法 第一種就是烏龜 烏龜主要是看他的那個殼 那個殼叫carapace 一會再解釋 另外一種叫mockingbird 跟著就是finchus 這兩種東西就是看他的嘴 那個魚 那個腳 那個形狀 跟著就是cormoran 就是露池 那裏的露池 全部都會飛的 香港很多露池 但他那裏都不會飛的 為什麼呢 另外就是蜥蜴 蜥蜴應該不會游水的 更加不要落海 但是那裏會落海的 看了這一堆東西 就有這樣的想法 那裏有什麼證據呢 就是那時候證據 其實就是很多理論化的 包括什麼呢 就叫comparative anatomy 比較解剖學 你看一下那些猩猩 長臂猿啊 人啊 就是很多東西相似的 就是覺得是有些關係 但是exactly 什麼關係 不知道 也都不是等於人是猩猩變的 另外呢就是 譬如那個brain size 就是人 那個腦呢 其實真的變得很厲害的 就是拿那些 那些舊時的原人 一直到現在 那個腦是越來越大的 現在我們大概平均是1400個cc 但是呢 但是有個跡象就是 現在我們腦越來越小 開始小了 因為我們有太多輔助工具 有手提電話 有手提電話 有電腦 有電話號碼 都不用記了 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人呢 很久之前都已經知道 是可以有人工配種 這件事出現 人工配種 即是間接 知道是可以用配種的方法 即是遺傳學 是存在的 譬如那些觀賞甲 全部都是用一種甲 下來的 Columbia Livier 一個岩甲 現在有幾十種的 另外一種是狗 狗更加厲害了 狗是一個灰狼的後銳 來的 現在我想有五六百種狗 可能更多 那些樣子是古靈精怪的 有些細到鋪道 有些大到成隻狼那麼大 再具體的證據呢 真是找到兩組化石 這個是達爾文時間的 第一種呢 就是那些馬 那些馬呢 那些馬呢 原本的馬呢 在樹林那裡生活的 樹林生活呢 就三子比較有利 所以叫做三子馬 但是最後地球 大致上樹林是大量消失的 變了草原 那三子馬就不太方便去跑的 變了縮小 最後變了堤 那這些是掘到出來的 即是跌了它之後呢 慢慢慢慢地演變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那個叫archaeopteryx 始祖鳥 又是在德國掘到這個化石 那這個鳥呢 有羽毛呢 但是它跟鳥有兩個很大的分別 第一呢 鳥呢 就沒有牙的 它是有牙的 第二呢 鳥的那個翼呢 就是沒有牙的 它有牙的 它是有牙的 它是有牙的 那很可能就是恐龍和鳥仔的一個過渡 過渡生物 那這些翼都是不敢肯定的 因為老實講 找到的化石是很少的 就是我們中間可能斷了很多東西不知道 所以這些是可能的 那也都解釋不到一件事的 就是這個 Evolution呢 就是叫做韓武紀生物大爆發 那現在我們現存的生物呢 那現在我們現存的生物呢 剛才說的有三十六個菲林 那在韓武紀的時候 就是 韓武紀五億年前呢 但是忽然間呢 有五十個菲林出現 是有零 一聲出現的 那Evolution要慢慢演化的 那以前那些去哪裡了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 就是造物 是有神 造出來的 那大家又可以自己思考 那第四個可能 這個又很近期 過去我想是三四十年 就有一件事叫做分子生物學的出現 Molecular biology 那這個做什麼呢 這個呢 就是提供了那個Mutation的mechanism 就是為什麼會有 就是怎麼做呢 這個Mutation 就說回頭了 所有生物 不管你是動物植物 都是由細胞組成的 細胞呢 也是由蛋白質組成 蛋白質呢 也是由五十種 胺基酸aminox組成 那問題來了 細胞有N那麼多種 老細胞 肌肉細胞 肝細胞 皮膚細胞 究竟我們懷胎的時候 什麼時候決定做哪種細胞 那個時間性很重要 那個種類也都很重要 那一定要有人管理的 那管理那樣東西是什麼呢 一直都不知道的 直到一九四幾年的時候 就發現一件事叫DNA 就叫做脫養核糖核酸 Dioxyliponiclic exit Anyway 那這種東西呢 其實就是一個blueprint來的 就是告訴你 我什麼時候要做什麼 還有做了之後 我還要管理的 那個細胞 就是要 譬如說退化了 要做些新的 又有演化的時候 即是有外來影響的時候 就會有變異 那些不好的變異 會盡量按住它 如果按不到就變成癌症 按到就沒事了 好的那些是幾帶留的 那這個是一個blueprint blueprint怎麼來的 即是我們基督教那些 就是blueprint 是神的創造 這個又是自己想的 Exactly 那個mutation的mechanism 就要看回這個 這個叫什麼 DNA的結構 DNA的結構 就是一個叫做雙骨螺旋 即是右邊下角那裡 好像一條繩一樣 那這個雙骨螺旋 就有四種化學成分 黏著它 那個detail不用說 總之叫ATCG 那ATCG呢 就會整組東西沒有了 的 因為外來影響 或者其中 駁錯線了 即A又駁TT又駁C 即中間有一部分沒有了 那這些就是那個 變異那個mechanism 就是搞出來的 那 那 即是得個G字啦 詳細我都不懂的 就是 試一下吧 那 有什麼重要性呢 有了DNA DNA很多種 其中呢 有 女性的 就有個叫做 Synaptite DNA Metocodial DNA 就是由女士傳給女士的 一代一代這樣傳 每一代那些變異的 那 但是呢 如果你是reverse 這樣去查上去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 那個祖先 即你媽媽媽媽媽媽這樣 那 那男人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Y chromosome 也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就是什麼呢 可以知道那些蜜種relative 出現的時間 就不是等於蜜種和蜜種的關係 即是換句話說 你不要以為人是猴子變的 不是 他這裏只是告訴你 大概是2.4個million year 那些chimpanzi出現了 那這個一個 就是時間性的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difference 那這個亦都是了 Human不是猴子變的 但是Human和chimpanzi那個 那個difference是1.2% 即是很近 最近是這個 這樣解 OK 好了 那由此來推呢 Evolution又可以分類了 那最大個類呢 Megaevolution 即是說由一個變出來 那你拿回這個 剛才那個叫做 戒門崗木科屬種那樣東西 那一邊呢 現在有三個大的kingdom plant kingdom animal kingdom 以及fungal kingdom 即是菌類 那這個大的 我們不要理的 大太 那跟我們有關呢 下面那些 一個叫做 microevolution 那舉例是什麼呢 英國以前燒煤 即是2030年 40年代都是 整個城市 的倫敦都是這樣說 是黑癡癡的 樹林都是黑癡癡的 因為燒煤 那時候呢 那些morph 如果它是 身體的顏色 是黑色灰色的 是有好處的 因為camouflage 鶴仔看不到它 就會吃掉它 但是那些白的 即是淺色的那些 就是死火的 所以那時候 深色的morph 是有advantage 很多的 但後來 英國不燒煤 不燒煤 就倒回頭 淺色的morph 就是很有好處 所以就慢慢繁衍 這個叫做 microevolution 即是一種 跟我們一會兒講的 那些動物也有些關係 就是 另外一個叫做 macroevolution 就是說 不只是顏色變 很多東西都變了 要是變成一個subspecies 或者變成另外一種species 那時候呢 那個叫做物種演化 物種演化主要的條件 一定要是isolation 即是分了那個環境出來 不要受其他的人影響 而在那裡是種化 這個不要說了 這個 這個不要說了 這個 好了 另外一種叫divergent evolution 就是說 由一種物種 因為環境有些不同的時候 就會很快很短的時間 變成很多種物種 其中最出名的 叫做sinclet 瓷鵰 那這種魚呢 那這種魚呢 就在 for example 在這個lake Victoria 非洲 原本只有一種 噗一聲 現在變了五百種 那現在我們在水族館 看到很多這些魚的 都是這樣自己探出來的 那時間很短的 一千一百三 不是一億一百三十萬年 由一種噗一聲 變了這麼多種 那另外一種呢 叫convergent evolution 吹銅演化 就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 我要演化的成一種結構 是適合我做那個目的 for example 我要飛行 要飛行的時間 要飛行的時間 要飛行的 兩種動物都想飛 第一種動物 是暴雨動物 那它飛呢 就 就 將它那個 手的 手指和手指之間 生液一股膜出來 變成一個wing 那就可以飛 那鳥仔 就 不是用膜 是用羽毛的 那大家都是 都是不同的動物 達到同樣的目的 那另外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魚 那魚為何游得這麼好呢 尤其是鯊魚 因為它的身形 是圓椎形 它有個美旗在那裡拍 又有 平衡的時候 又是 Dorsalventrofin 那些動物都想學 下水 那如果是爬蟲類呢 雖然已經絕了 但是 現在我們找到化石 就是那些叫魚龍 Ecphiosor 那些形象跟一條魚一樣的 但是是另外一種動物來的 第三種呢 就是land mammal 這個很多了 就是鯨魚 海豚 全部都是捕魚類的動物來的 牠生仔的 牠是威奶的 但是牠的形狀呢 是跟一條魚一樣的 就是為了達到同樣的目的 吹銅 吹銅演化 注意一下呢 我們叫做演化 不是叫做進化 因為進化這個字是錯的 就是剛才講的嘛 就是你變的時候 有時變好 有時變壞 變好 全部變好的 就是進化 但是我們不是 起碼有時變壞 所以不用那個東西了 那麼 協同演化 coevolution 就是矛與盾的分別 我上一次講這個 馬達加斯加 講有一種叫Darwin's orchid 那個蘭花呢 是殺到鬼那麼翹口的 牠的花蕊是長的 很長的 整尺那麼長 那麼 達爾文呢 就聽到 就說一定有一種動物 那個 幫牠傳播花粉的時候 要有一條吸管 起碼要那麼長 不是怎樣去繁殖 一直找不到的 直到193幾年才找到 找到這隻鵝 就剛剛合配的 那麼 問題有來了 鵝先的花先呢 雞先的蛋先呢 那麼這些也是 很難解釋的問題 但是非常有趣 好了 另外幾種 Island evolution 就是我們說要Isolation 那些動物去到一個島 就是馬達加斯加 這樣 就混在那裡 那麼你要變了 那麼如果那個環境 是很好的 會說有很多東西吃 又沒有天敵 那怎麼辦呢 就是Island Gigantism 它可以很大隻 例如上一次講那些 Elephant bird 就是紐西蘭的那些 Moa 孔鳥 相反 如果去到那個島 那個島的環境 又不是那麼好 又不是很多東西吃 那時候呢 就變成叫Isola Dravism 縮小了 例如馬達加斯加 上次講 就有那些Hippo 那整個 那是長毛像的Mamoth 那最後一期呢 在西白利亞 趕了去一個島 那個島那裡 都會縮縮縮縮縮 到好像那個空仔一樣 那這個 叫Island evolution 那還有了 最後那個 Sexual selection 就是為了我要突出自己,拿到好的伴侶, 我又要有些東西不同, 主要不同,第一個叫sexual dimorphism,大小, 所以宮東通常就大個那, 宮東通常就漂亮個那, 譬如左下角,那隻山雞, 癡雞,很大的分別, 說到孔雀,孔雀的羽毛,其實完全是沒有用, 除了是漂亮,吸引異性, 這個叫做sexual selection,sexual dimorphism, 順便要提一下, 全世界是否達爾文第一個發現這個evolution的theory, 其實不是的,同一個時期,這個人很慘, 所以要幾大一點要講講,就叫Alfred Russell Wallace, 博物學家,同一個時代, 但他又沒有達爾文的家那麼有錢, 所以他又要研究,又要賺食, 又怎樣呢,就去東南亞捉標本, 那時英國就很喜歡一些science expedition的, 很喜歡擺標本的, 因為你去大英博物館看那些一瓶二瓶的那些, 那些蝴蝶又有標本, 那些很多是他捉的, 買到錢的,很貴的, 靠這個維生, 但是他亦都是在過程之中知道了這個理論, 所以就寫一封信給達爾文, 即是告訴他, 我覺得這些東西是有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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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達爾文一見到他畫腳都軟了, 即是我搞了20年了, 原來有人知道的, 於是立刻就亂名發表, 亂名發表, 算是這樣啦, 但很不幸那個背景大, 所以大家都知道達爾文, 就很少人知道Russell的, 他還有一個發言順便一提, 叫Vollas Line, 就是什麼呢? Vollas Line, 你看到那條線, 黑線呢, 以南的地方, 才有有袋動物, 澳洲嘛, 袋鼠嘛, 袋熊啦, 袋什麼都有啦, 以北是沒有的, 而距離的海其實很短的, 即是為什麼呢? 理由很簡單, 以前的海不是那麼短的, plate tectonic, 即是澳洲下面那些, 那塊plate, 其實是向北移的, 即是到我們全部死光之後的N年, 澳洲會黏住亞洲, 即是海的距離縮短了, 就變成那時候是一個很大的隔離, 現在不是, OK, 好了, 另外一個要知道, 叫Landmark, 叫Landmarkism, 它的Evolution Theory有些不同的, 它舉例, 長頸鹿, 長頸鹿是什麼呢? 長頸鹿因為想吃那些亂葉, 越高的地方那些葉, 越亂, 所以拼命伸長條頸, 伸一下伸一下就伸到很長, 長頸鹿是這樣來的, 但以文就說不是, 長頸鹿有個Mutation, 有幾隻的頸是特別長的, 於是它有Advantage, 它可以吃些好吃的亂葉, 於是它是強壯, 強壯, 它生的兒子就多些了, 於是Biharitance就傳了下一代, 即是這樣的分別, 但是Landmark有用要注意它是對的, 就是一個叫做Use and Disuse Theory, 即是說那些身體的部份, 如果你不用它會退化的, 即是我們是啦, 所以一定要用的, 即是動物不動, 你又玩完的了, 這個就是Apply的, 好, 另外一個要知道下, 就是Mando, 這個是傳教士來的, 遺傳不是那麼簡單的, 有些叫格代遺傳, 換句話說, 老爸不是馬上傳給兒子的, 可能在第三代才出現, 它是研究那些豆, 那些豆, 配一種, 配一種, 就知道是有這件事, 我想去看這個Evolution, 是要小心的, 即是有很多很危險的事情會出現, 有一件事叫做, Social Darwinism and Eugenics, 幽生學, 幽生學, 幽生學就被希特拉玩死的, 即是說, 這個德國人, 是全世界最純種的, 其餘那些要毀滅, 包括猶太人, 包括有神經病的, 包括身體有缺陷的, 全部死, 那不是幾好的, 那, 因為猶太人厲害, 賺錢, 即是, 那就要順便滅絕, 另外, 我們有關的, 這個是新字來的, 叫, Dice Evolution, 不良演化, 不用解釋, 你看個公仔都知道了, 我們又不運動, 又經常對著電腦, 對著電話, 這個, 這個衰了, 還有呢, 就是我們以為自己很厲害, 我們不吃人奶, 現在吃奶粉的, 是很輸蝕的, 因為人奶裏面有很多自然的抗生素, 那我們是沒有了的, 那我們是做些東西出來是很好吃的, 就吃果農, 於是以前的人沒有Diabetes的, 沒有心肌梗塞, 可能有, 即是爆血管, 這個, 這個叫什麼, 背脊痛, 心臟病, 即是這一堆東西, 這是人造成的不良演化, 不是自然的, 是我們自己搞成這樣的, 還有一件事要警惕的, 就是人家拿了這個theory, 肉强食, 就拿去社會的轉變, capitalistic society, 肉强食, 即是我一定要砌低你的公司, 即是不讓你發展, 諸如此, 那些, 不對, OK, 好了, 講回Galapagos, Galapagos我們講的是五百萬年, 即是最老的那個島, 換句話說, 那個島形成的時候, 是什麼生物都沒有, 不管你動植物都沒有, 那動植物怎麼來呢? 很多方法來的, 包括以下這麼多種, 第一種, 就是草木法來的, Rafting, 即是有些樹木, 打風, 倒下來, 那些Raptor, 是呀, 細的, 老鼠那些, 可以浮呀浮呀浮呀浮去, 第二呢, Mangrove, 即是紅樹林, 那些, 是一個果來的, 飄過去, 跟著烏龜呀, 海獅呀, 那些Pankerin, 可以游水過去, 雀仔飛過去, 又風, 風很重要的, 因為那些是吹風來的, 風吹什麼來呢? 種子, 花粉, 那些那些, Insect, 小隻的, 甚至Snail, 都可以吹到過來, 另外呢, 就Island Hopping, 那時候那些島, 一個一個這樣移的時候, 就沒有距離那麼遠的, 即是一個一個一個, 都是容易一些的, 而且水平線, 地球是變了很多次的, 最後一個冰河期, 隨時我們講, 上一次講, 台灣以前都是黏著大陸的, 那麼, 到最後一個, Hitch hiking, 即是我們行山, 整天都會, 整褲都黏著那些, 窒泥啊, 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 散布那些種子, 那就來了, 那這個圖呢, 講, 即是, 島和島的距離呢, 其實是以前近很多的, 那這個HKU的Professor Ely發言, 就是那個水平線, 好了, 那來了之後, 就演化了, 演化成很多呢, 叫Endemic, 即是本地有, 其他地方沒有的,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演化得那麼厲害呢, 第一個, 講回頭, 演化主要的要求是Isolation, Isolate from the mainland, 一千公里那麼遠, 第二個, 就是剛才我們提及的, 地質, 天氣, 海洋, 搞到很多不同的環境, 地方又不大, 但是環境又多多, 那第三種呢, 沒有人, 食它, 即是Predator, 中文叫什麼, Predator, 不知道, 暴食者, 暴獵者, 最惡的, 都是蛇仔, 鷹, 還有龍蟲, 即是, 厲害了, 所以, 它們, 就不怕的, 完全可以發展, 還有, 好聽, 所以有人說, 好似Garden of Eden, 即是, 動物和人是, 沒有隔膜的, 走個龜, 龜都廢, 鬼事騷我, 由此類推, 這些東西, 還當你廢, 舊東西在那裡幹什麼鬼, 海獅, 即是, 其他地方已經走了, 它不走, 小鳥在旁邊, 這些是Finchers, 我在那裡吃雪糕的, 最初它們是貓在樹上, 後來又浪到下來, 吃了那些雪糕, 即是它不怕, 完全不怕, 這個有危險的, 因為它不怕, 如果我們是粗暴的, 就很容易捉它, 很容易傷害到它, 游泳, 海獅, 海狗, 烏龜, 游來游去, 即是, 它都當你不是野, 希望這個, 這樣的關係可以維持, 所以Paul, 你快去吧,Paul, 好了, 我們集中講, 就是剛才講的五種動物, 即是Darwin, 有那個Evolution Idea的那種動物, 第一種是巨龜, Giant Tortoise, 巨龜, 那個叫做Galapagus, Gallop, 即是馬在那裡跳, 其實為何會這樣叫呢, 因為最大的那隻龜, 那個形狀, 龜殼的形狀, 好像Settle, 即是右上角, 右上角就見到那個Settle, 所以就叫做Galapagus, 那那些龜怎麼來呢, 那些龜就是在南美那裡過來的, 二三百萬年, 通常都游水, 游到的, 那龜有個好處, 它可以不喝水, 不吃東西, 整年都沒事的, 亦都是它的缺點, 所以被人捉了上船, 那麽就開始來了之後, 就大Version, 即是那個叫做, 大Version Evolution, 就由一種, 變了十五種, 但是十五種之中, 有五種都已經沒有了, 剩下十種, 那第十一種, 最後那隻呢, 就叫做, 很出名的, 叫做Longsome George, LG, 一百歲, 那便死了, 死了即是等於有下角的幅圖, 死了便拿去英國, 做了標本, 但是英國呢, 又不肯拿回去Galapagus, 現在似乎好像還在打官司, 那就是這隻東西了, 那我們去到的時候, 它死了, 很不幸, 那那十五種, 那十五種呢, 你慢慢欣賞, 他們的情況, 那是否這樣完呢, 又不是啊, 最近有新發現, Rise from the dead, 第一種, 以為滅絕了的, Floriana Giant Tortoise, 在另一個島找到的, 找到的, 那是拿來拿來拿去, 交配, 希望reintroduce回去, 另外有一種, 又是以為滅絕了的, 又找到, 又找到, 現在也是拼命, 拼命想保留到, 亦都找到新的第十一種, 那這十一種呢, 其實就不是很endemic的, 其實就是一種外來龜, 根本地龜配種出來的, 但是它都是unique的, 所以就是, 變回有十一種, 十一種烏龜, 那這烏龜是做什麼的, 烏龜呢, cold blooded, 即是冷血動物, 就是hermophore, 即是食齋的, 主要食齋, 可以四百個kilo, 即是二十八百磅, 很重, 那是什麼, insular gigantism, 沒有天敵, 除了人類, 人類就很慘了, 原本十六世紀的時候, 估計應該有二十五萬隻, 死下死下, 只剩下三千隻, 在一九七零年, 估計有二十萬隻被人捉了上船, 包括海盜, 包括暴禽的人, 包括雙船, 另外一個天敵, 就是人類帶來的老鼠, 吃了它的蛋, 現在當然是搏命搏保育, 烏龜不只是古老夠大隻這麼簡單, 烏龜發現它有很大的功能, 叫做Ecosystem Engineer, 爬來爬去, 挖鬆了些泥, 它又吃齋的, 又拆出來的, 又散播種子, 所以對那個島是很重要的, 現在你看它左下角的圖, 就是全盛時期, 一路跌跌跌跌, 到現在這樣, 就是危險的, 危險, 那就是Captive Breeding, 現在已經扔了五千隻出去, 它的蛋好像乒乓波一樣, 這個就是Captive Breeding, 丟去哪個島, 那些可以慢慢看, 它那個龜殼的形狀就是五光十色, 但是可以簡化為三種, 第一種叫Doomed, Intermediate Settle, Settle即是Galapagos那種, 那個樣子在這裏, 那為什麼會有三種呢? Doom, 就是在環境最好的島, 那島什麼呢? 雨水充足, 在地面已經有很多東西吃的, 那它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那條頸也不用那麼長, 那個Opening也不用那麼高, 因為就地好像餐草機那樣吃, 而且這樣的形狀是保溫的, 即是沒有那麼多空間, 所以就有第一種, 但是有些不幸的, 就去到另一個島, 地面也沒有那麼多東西吃的, 又要餓高些, 才吃得, 所以它Opening那裏要大些, 它的頸要長些, 那最extreme那些, 就是去到這個Settle Bag, 就是那個島, 地面也沒有什麼吃的, 只要吃什麼呢? 仙人掌的果, 仙人掌是長得那麼高的, 於是它的Opening要開得很高, 它的頸要很長, 那這個就是什麼呢? coevolution, 即是大家要賺食, 它吃完仙人掌, 又有仙人掌, 有一個theory, 就叫做Red Queen Hypothesis, 這就是Alice in Wonderland裏面講的, 那個Queen說Alice, 即是你要survive要什麼? Run, 即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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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那個龜一定要做些事, 如果它不是, 它會死的, 這個在這裏來的, 那它加入了, 這個是什麼呢? sexual dimorphism, 那隻龜大了, 那隻N那麼多倍, 即是那隻N, 我想到幾辛苦的, 這樣摘下去, 這樣就, 那Mating還這麼慢, 即是六個小時, 即是身體不好, 我殼都倒了, 那有點歸, 好, 歸講完, 這個它是得到啟發了, 另外一種, Mockingbird, Mockingbird, 叫模仿鳥, 就是周東, 在美國很多, 為什麼叫模仿鳥, 因為它會模仿其他鳥仔的叫聲, 但是在Galapagas, 是喪失了這個機能, 因為可能那裏根本就沒有什麼鳥, 它都沒有什麼模仿, 沒有得學, 那只得它自己的叫聲, 它有四個鼻的形狀都不同, 它吃的那些種子, 有些硬一點, 有些軟一點, 有些要挖出來, 所以有四個不同, 其實達爾文的構思, Evolution, 主要是Mockingbird, 就不是Vinches, 是Vinches, 不過不知為何, 爽失了, 而它自己也是做錯了一件事, 它搜集標本, 它沒有Label那些鳥在哪個島來, 所以Scientifically, 它用這個做例子, 就不太好了, 所以就用了Finges, 其實它主要的想法都是在這裏, 亦都是Divergent Evolution, 一種鳥, 因為吃不同的種子, 所以變成不同的Beak, 那種鳥叫Long-tailed Mockingbird, 在大陸飛過來, 變成了四種, Galapagas, Hood, Chatham, Charles, 這隻鳥很兇的, 我們拍到它會打架的, 很Territorial, 即不是它那種, 它會打你的, 這個Hood Mockingbird, 這個叫Charles Mockingbird, 又是另一個地方, 一個地頭, 有一種, 跟著說Finges, Finges, 那個中文名字都很怪的, 很多種名字, 又叫地雀、昏雀、亂鳥, 一種變成十五種, 這個更複雜, 因為它吃的食物完全不同, 有些吃齋的, 有些吃蟲的, 有些吃花的, 有些吸血的, 十五種之中, 有一種extinct了, 現在的氣只有十四種, 它那個嘴型呢, 其實就是等於那個叫什麼, 瑞士那些軍刀, 即是不同的嘴型有不同的用途, 有些叫的, 有些刀的, 有些劫的, 有些劫的, 這樣就劫出來, 這個叫什麼, Adductive Radiation, 這個相片那些樣子, 不同的東西吃, 就不同的嘴型, 這些, 我們自己拍的, 就很差了, 很明, 即是沒有那麼professional, 很難拍的, 因為它動來動去, 這個就是Vampire Finch, 就是當, Alino的時候, 沒有什麼吃的時候, 就吃那些小鳥的血了, 這個就是Vampire Finch, 這個就是Wood Packer Finch, 那裏是沒有Wood Packer的, 那裏是沒有Wood Packer的, 那裏是吃蟲, 樹裏面的蟲, 那它還會有用工具, 即是咬著一枝, 樹枝撩出來的, 即是, 是啊, 是啊, 是啊,